第372集 我顿时知道自己有些严重了 刚想去拍拍他肩膀安慰一句 就听见一旁不远处传来一阵斜斜的叫声 我寻声望去 瞳孔不禁一缩 就见从水墙旁站着一个人 而那人不是别人 正是唐麻子 我看见唐麻子只觉着一阵血液之冲大脑 刚要冲过去 就见唐麻子突然走进水墙里 没有一丝阻碍 我心中暗叫一声不好 那水墙里可是水娃和童谣 我来不及堕下 施展唐师傅交给我的鬼影迷宗部 瞬间来到水墙前 但因为我刚刚施展术法原因 灵力不足 刚一停下就感觉胸闷气短 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 但眼下没时间等我恢复灵力 我一咬牙将体内仅剩的一丝灵力 全部提取出来 做了一个防护罩 然后一迈步就迈进水娃的水墙了 迈进去的一瞬间 我就感觉到一阵强烈的憧憬 好在防护罩最终还是支持住了 我走进了水墙里 而我刚一进去 就看见水娃倒在一旁 看起来受了伤 但还在努力维持着水墙 而童谣则被唐麻子掐着脖子 滴溜在半空中 表情痛苦面色发紫 眼看就要支撑不住了 而就在这时 唐麻子手里拿着一把黑色匕首 冲着童谣的肚子就扎了过去 我想都没想用最后一点点灵力 施展鬼影迷宗布 一下子就来到唐麻子和童谣之间 最后唐麻子的匕首 一下子就捅进了我的腹部 匕首刺进我的腹部 像是没了知觉 我没有感觉到半点疼痛 但面前唐麻子的那张脸却越来越模糊 似乎我的意识渐渐要消失了 这是面前的景象消失 我再次看见那个红眼镜的月亮 他看着我 欣慰说道 孩子 你终于回来了 之前在沙漠里 我将你的力量暂时收走 如今接触这把匕首 我将它还给了你 因为这份力量终究是属于你的 谁都无法取走 月亮说完就消失了 回到了眼前的景象 唐麻子像是一个行尸走漏一般 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只听扑斥一声 他抽出匕首 最后将那双无神的双眼 看向我身后的童谣 他还想杀了童谣 一瞬间 怒从新洲起 我体内能量翻滚着 似乎马上就要爆发出来 我看着唐麻子 拿着匕首再次朝着童谣 腹部自举 我大吼一声 一道黑气从我身体里爆发而出 直接撞在唐麻子的身上 瞬间就将唐麻子撞飞老远 那力量之大直接将水墙都撞穿一个窟窿 最后力道仍然不减 最后唐麻子狠狠撞在一座小山上 整个人都陷入小山里 砸出了一个人形大洞 这才止住了道飞的身影 我感觉一个声音 在我耳边怒吼杀了他杀了他 我红了眼 看了一眼地上表情惊恐的童谣 又看了看地上受了伤 却仍然保持水墙流转的水瓦 他似乎还以为那些大尔怪在外面 我一挥手就将水拔的水墙打断了 说得上安全了 然后我整个人像炮弹一般钻了出去 直接来到那座小山之前 身上黑气流转 我虚空打出一掌 这是我将鲁班叔里的招式和恶星力量 完美契合打出的一掌 黑气凝结成一只巨大无比黑色手掌 直直拍向那座小山 就见那小山脆弱的像是一张枕 直接被我这一掌拍得粉碎 而砸进小山里的唐麻子 连同这座小山一同破碎了 在翻飞的石块里 我可以清楚地看见唐麻子的断臂残骸 唐麻子直接被我一掌拍死了